那都清空 那数量的话呢 我这边一样这个范围 不过呢 我是最多给五个 你最多人 当然你如果要多一点 你可以自己再 那怎么做 这部分的话 不用一个来源 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 设定什么 12345 如果你固定的话 那你可以 6 7 8 9 10 其实如果说 你的数量是固定的 就是这些的话 那你就直接填就好了 这边就不用来源了 不用说 你还要去把12345 放一个范围 然后再把它选起来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OK 所以直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下拉清单 就会有1到10出现了 不过这个是 可能是你的数量是固定的 但如果你将来 希望它数量能够 如果跟着改变的话 可能你就是要自己再用其他活一点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最常遇到的是 比如说 那个客户又增加了 商品又增加了 但如果我说 我刚刚用的是 名称管理员 客户 应该是客户编号 目前是固定的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增加一个 它就自动跳一个 那特别注意 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那你要怎么做 特别注意 以后呢 请你记得 你在做 那个编号的时候 可能就是 这个编号把它删除 我们重来一遍 记得 如果你将来要做的是 不确定的范围的话 一请你 诊篮选取 二的话呢 从一样定义顶端立案确定 记得有诊篮 那诊篮你想说 底下不是有空白 没关系 它其实是允许你可以 不要是空白的 不过你会发现 诶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空白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呢 里面呢 有没有删干净的东西 那所以说像这个问题怎么办 很简单 以后如果说 假如说你这边 有这些东西 因为之前曾经放过东西 如果你 已经放过东西了 你在家 他会把里面原来有的那个空白都加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假如说我另外开一个 我把刚刚的这个 我建议就是 把这些Ctrl C 把它Ctrl V 这边记得 只贴上什么 贴上那个值就好了 应该是这个吧 只贴上值 就是让它完全干净 然后呢 把这个旧的怎么样 Ctrl C 这个删掉了 就是 如果你 这边假如说 刚刚有看到那些 如果你再做一次 比如说我从选举范围顶端列 我把它取代掉 你可以看到 刚刚的这个客户编号 它就会是向下的 那因为呢 我这个是完全干净的 没有不干净的东西 像刚刚是有一些 就是你看不到 其实它是存在的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向下拉 有没有发现 不干净的东西就没有 的话 Bau 我